亞洲職棒大賽這個星期五就要開打了 為了要替台灣代表統一師還有一大犀牛打氣 30位平均升高165的華航空姐和弟勤 特別組成了一支啦啦隊 準備要在週日的統一師和南韓三星師的大戰當中正式亮相 而且未來只要國內有重大的棒球國際賽事 都有機會看到華航啦啦隊的美麗身影 舉著彩球在動感的音樂下熱舞 他們不是專業的啦啦隊 而是中華航空的空輔員與地勤人員 他們特別在忙碌的工作之餘組成華航啦隊 準備要在2013亞洲職棒大賽 到場為統一師與一大犀牛 兩支台灣代表隊加油打氣 30位啦啦隊員在賽前密集訓練 希望在比賽現場呈現出最完美的一面 因為這次是現場來的 所以比較緊張 而且是在2、3萬人面前要表演 所以希望可以呈現給大家最好的演出 華航啦啦隊這一次換下一板一眼的制服 改穿啦啦隊服 除了要展現青春活力 更要給觀眾氣質與專業的感覺 因為我們畢竟都是專業的空輔員 跟地勤人員 所以我們希望呈現的是一個 氣質跟專業的感覺 對我們來說都是還滿特別的一個經驗 因為大家應該很難聯想到 空輔跟地勤會有這麼生動的一面 華航啦啦隊將於11月17號 統一式對戰南韓三星師的比賽正式亮相 要給球迷全新的視覺感受 中華比中華 中華航空支持中華英雄 越境TV 徐僧城 孫船縣 楊玉欣 台北報導 到